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埋葬的却是戴妃一生的青春与幸福 然而戴安娜王妃除了是一位合格的母亲 她把大爱 无私奉献 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其品行深深地感动了普通人 尤其是苦难之中的人们 1996年8月28日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结出婚约 获准保留威尔斯王妃的头衔 1997年8月31日 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因车祸离市 英伦玫瑰就此相消遇云 戴安娜王妃是永远的英伦玫瑰 她的美丽优雅 令人难以妄怪 那么卡米拉为何也有此美称呢 卡米拉手里拿着的这朵玫瑰 也是以卡米拉的名字命名 被称为堪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玫瑰 卡米拉成为名副其实的英伦玫瑰 如果说英伦玫瑰形容的是戴安娜王妃本人 那么卡米拉的英伦玫瑰 今只是一朵花罢了 大家对此怎么看待呢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